好的 回到科學生之第二節了 我們之前都反覆討論過這個DARTA 這個太空任務 這個任務似乎它有一個相當大的科技意義 和一個軍事意義 現在有沒有美國方面評估到 今天寫下去能夠改到多少東西呢? 能夠改變這個小行星有多少東西呢? 我記得我們在一個多月前 就去追蹤去報導這個DARTA的任務 然後就說它射中了目標 那次就很興奮很厲害 然後就隔了兩三個星期左右 它已經出的結果就說這個任務是成功的 就是去回顧一下就是說 那件事本身它最後撞擊速度 每秒40公里 你比較一下地球上最快的洲際導彈 每秒7公里 現在這件事是快6倍 是去到每秒40公里 這樣去撞到那個小行星上面 而那個小行星本身是一件 離我們的地球有成1000萬公里這麼遠的一件物件 1000萬公里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它比起地球和月亮的距離還要遠30倍 那所以真的很厲害 一件東西你可以用這麼快的速度 射到這麼遠 而那個目標物呢 只不過是整件東西是300多米這麼大而已 然後你用這麼高的速度這麼精準地撞下去 它是希望不只是撞中了300多米那個目標物的 隨便一刻 是希望直接撞中了球心 那它是偏離了球心說10多米 所以非常了不起 然後我們最後成功地評估到 它是改變了它的軌道 那些詳細的大家可以看回那一集 這就是我們上次知道的資料 但是其實這個故事原來還沒完的 原來有一些事情我們在地球上面是可以繼續做的 你去幫助我們去評估一下 最後我們有幾可能去成功地將那個小行星推開的 而且不只是說今次對於今次的這種小行星 但是就可能對於一些由不同物料構成的小行星 我們都可以建立一些實驗去評估一下 我對它的撞擊程度最後是可以有幾成功地去推開它 那為什麼要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你如果找一顆子彈去射一塊石頭 你令那塊石頭偏離它的軌道 譬如說有人在扔那個石頭過來 我就懶得很酷 我不是閃開它 我自己找一支槍去射那支石頭 希望我的顆子彈來彈開那個石頭 好像很帥氣 那究竟我有幾可能成功呢? 但是如果別人扔過來的不是一塊石頭 是一塊海綿 那材料不同 令到你最後出來的能不能夠偏離的程度 也會有不同的 但是我們最後是怎樣評估它呢? 其實就很視乎我們去做實驗 來去儲數據了 其實在地面上是繼續有一些實驗 就是幫助我們評估這次飛標任務裏面 究竟呢 甚至乎不是只有這次 是預知未來我們去做這些火箭發射任務 去撞擊小行星的時候呢 那個成功率有多高? 還有能夠最後能夠讓它偏離的位度有多少? 那就是有實驗去做的 那麼那個實驗是怎樣去做的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租去在地球上撞一下 但是當它撞的條件我們盡量能夠模擬 就是在太空上面出現的那個撞擊條件 譬如我說現在我這次飛標任務射去的火箭呢? 原來大部份的材料呢是用鋁合金來去做的 用得鋁合金就是因為貪它輕來貪它夠硬的 那麼當然啦 其實最好你用一些重的東西去撞下去呢 那個效果是好一點的 但是呢 就是我們在地球上面上去的時候 盡量就是想省原料 所以我們盡量令到就是說呢 能夠是用最少的原料推最多的質量上去 那麼所以我們最後就選了一些鋁合金的東西 來做那個火箭 然後再做一個撞擊物 那麼我們好了 我們在地球上就嘗試要找回 我們大概離遠觀測到那個飛標任務的那個小行星呢 離不開都是這些材料的了 那麼可能那些小行星 如果是一些瑞星 很多時候上面有些冰粒 有些泥沙 那麼如果小行星就很可能都是跟地球差不多的那些 那些這樣的岩石 那些這樣的材料 然後呢 我們就找一個 好像又是用鋁合金做的一個材質 然後就好像一個大炮一樣 這樣一下射下去 基本上我們就在地球上用我們的軍事力量 去模擬這個撞擊 其實在美國有很多這種實驗室的 就是那種 很多時候那種實驗室的性質就是 那個去模擬隕石去撞落地殼的那種效應 其實這件事又要講一下 我不是說先前預備了一些禮物去送給觀眾 我希望盡量能夠多些人可以收到 甚至乎是有些剩下的就可以讓大家去抽一下 但是那天送的東西本身其實就是一些 由鋁石撞擊出來的殘餘 撞擊的時候那一刻 產生很高的壓力和很高的熱量 甚至是熱到將那些泥沙溶了 那些泥沙溶了之後結出來 那些東西就是一些叫鋁石撞擊的副產品 反過來其實是由那個撞擊坑的形態 結合那個物料 我反過來評估一下撞擊有多厲害 然後不要放過任何細節 射進去那個撞擊物本身 它最後是否反彈到呢 我們是要知道的 因為其實很重要的是 它反彈得越多 其實是越有利我改變那個星的軌道 如果我純粹想知道 鋁石撞出來有多厲害 我不是很理會那些東西反彈出來是怎樣的 我純粹看一個坑的形態 周圍融出什麼東西出來 然後就去評估一下 於是以後我看到這種地質 有一個這樣的坑 我就可以知道 是由一球有多大的鋁石 有多厲害的衝擊力有多厲害 那我就可以幫我去做一些考古的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是接下來評估我們的飛鏢任務就是怎樣呢 我很需要看到就是 就是說最後那件被撞擊的東西可以接收到多少動量 從而令到它的軌道可以改變了多少 撞下去的東西本身是動的 如果那個動量能夠成功地大部分轉移到 去被撞擊的小行星那裡 那麼那個被撞擊的小行星 它的軌道偏移就一定會越高了 所以其實就是回到那種初中至高中的物理問題 動量手衡 以及動量手衡之後 如何是撞擊前和撞擊後 如何重新分配如何轉移 那麼這裡說了一件很簡單的道理 又是牛頓這個牛頓定律 就是這是撞擊運動的結果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說 如果那個小行星本身的材料 是更加容易將我們射進去那支火箭 反彈的話 其實是最理想的 最後就是那個小行星本身就會吃到更加多的力 來推開得更加厲害 這裡就要問一下台長的一些事情 我其實聽過一些人說法就是說 如果打功夫出拳 有時那個拳不是一頂吃光他那個人的身體 有時是一種好像反彈那樣 打下去那一刻 如果是能夠有些反彈的效果 反而被擊中的人會更加傷 我不知道有類似這樣的事情 是啊 我簡單講過 譬如我們打沙包 初初就用力打沙包是拼的 但是如果你懂得用那個力 那個沙包不是拼的 那個沙包是震的 那就是說你打拳進去 那個力是滲進去那個沙包裏面 就譬如我打一個人 如果我打他那個一塊臉 他可能他的臉花了 就是流血了 但是這個不代表他重傷 打拳打到他的頭那裡 都是可能同一個 那個力是進去的話 那個人的腦子在裡面震的 那我自己感受過 因為我們都親身的力行 被那個師兄打一打 打完之後 不是痛的 在那個人裡面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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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雙下 這裏 我就不知道跟我們現在說的撞擊 那裏差多遠 你會發覺就是 所謂你很簡單的一個拳頭撞擊沙包 拳頭撞擊人體 跟我們現在的飛鏢任務 那件火箭撞擊的小行星 其實都是那種這樣的動量傳遞的問題 你有多少動量 甚至有多少的能量 是由一件去轉 轉了去第二處 這樣的樣子 這個你可能要解釋一點點什麼叫動量手衡 其實那個力去到那裡 要麼是在你那裡 要麼是在我那裡 如果我打了一轉頭 剩下的力一定是在你那邊的 是沒有減少 也沒有增加 動量手衡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是的 但是它會重新分布 原本大部分的動量是在我手上的 我撞了你之後 重新分布 總體上大家都有那麼多 但是現在就分了一些去你那裡 其實最理想的目標就是 我最後的火箭撞擊之後 大部分的動量去了被撞擊那件事 怎樣才能夠做到最大的效果 將動量盡量給了進去被撞擊那件事呢 就是你撞擊的火箭本身最好被人反彈 最好有所反彈 那個效果就會這麼好 於是我們就想 我們用什麼物料 來增加那個反彈的效果呢 如果你本身火箭的頭已經很軟的話 那就應該就有一些部分的動量 就有些能量轉化就去了 令到那件事去變形了 但是如果呢 你將中間的損耗去拿走去 甚至乎呢 盡量令到那件事硬朗一些 這樣很清脆地反彈的話 其實最後反而就是 被擊中那種小行星就可以被彈走得那麼遠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裡要做個實驗的原因 就是我們要搞清楚就是說 你不同的物料撞什麼的物料 在什麼這樣的撞擊條件之下 最後能夠 就是最後看到的最重要的不是那個坑 是你要看回他們那些最後的 撞擊之後的運動結果 那些動量是怎麼分佈的 那我們就想評估一下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盡量增大到那種反彈的效果 因為如果能夠做到的話 最後那個小行星呢 就能夠最大可能地 偏離了原有的軌道 就被彈開了 那就令到我們的目標是容易達到一些 在這個場合之下 我們希望呢 被撞擊那件事盡量獲得動量的 這樣 於是他受的損壞也都可以是大的 當然啦 這裡就是 如果你說呢 有一個我覺得和你剛才講的打沙包的比喻 更加近的就是什麼呢 這些這樣的飛鏢任務 擊中小行星拯救地球 這些可能是很遙遠的東西 但是如果說到 我能不能夠擊毀一些東西 擊傷一些東西呢 就是在我們地球上面去和別人鬥 和別人爭打仗的時候 很貼身的東西來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 這個飛鏢任務 我們早就說的 一定離不開軍事應用 一定是有和軍方合作的空間在那裡非常大的 我甚至懷疑這個做出來是給俄羅斯和中國看的 那你們做不做到呢 是嗎 我都一樣認同的 是的 因為這個飛鏢任務 已經是代表了 美國現在掌握最高的精準打擊能力 是啊 反導彈系統有沒有關係呢 那反導彈系統看你怎樣截 但是現在那種遙距 控制監控的能力是有在那裡 但是你怎樣截呢 那些又另外 又算是另外多一些其他的技術限制在那裡 其實這裡又要順帶一提了 為什麼這次又要拿回這個DARCH任務來講呢 其實呢 就是負責這個飛鏢任務的這班人呢 那基本上啊 他就透過學術單位呢 接下來會和美國的太空軍合作 那這個呢 就是剛剛這個禮拜公佈了的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節目一遇 很久我們看到新聞那裡有公佈 就是美國的John Hopkins大學 他呢 就和美國的太空軍的軍部 那大家都要溫習一下 其實美國除了海軍陸軍空軍呢 在Donald Trump做總統時代 成立了太空軍的 我們都有提過的 在我們節目上 那太空軍這個單位呢 它是一個原廠軍事單位來的 但是它負責的範圍就是太空領域 那這班太空軍呢 他們其中一個受訓啊 甚至參與一些研究呢 基本上就是透過大學單位 其中一個會去了解研究項目 就正正就是這個飛鏢項目 那這裡才有一個新聞告訴你 都不是新聞來的 我現在去這個spaceforce.mr 我去不了的 那就是因為我身處 你可能reload一下吧 我不知道 我也試過 因為我是身處在香港的 哦 OK 你都要翻牆了 以前 這個是spaceforce.mr 這個是美國軍方的官方網站 都去不了了 跟著我們這個全部都去不了了 這個是體現到我們今天香港的處境 是的 但是這個消息就說真的 其實就是 CAPCO screen 什麼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外面 就是這些就是阻礙到一般的大眾 你阻礙不到我們科學生肢的聽眾 這些事情 不過我推進去的網站 都看得到這件事 都看得到這件事 就是其他地方你去存在 其實就是上個星期的新聞來的 這裏又要講 實際上 你和我們的軍事任務有什麼關係呢 這裏又要講回 剛才台長你說的那個比喻 你怎麼能夠將你撞擊的武器 最大的那種能量 是轉化去你想要的地方 我是要打爛雕堡的殼 還是我不想打爛雕堡的殼 然後在雕堡裡面震死了裡面的人呢 這是一個問題 其中就是那種 現在我們那些雕堡炸彈 那些Bunker Buster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很精心地鑽研 就是說 我不想 其實我那個雕堡自己本身 爛不爛我不太在乎 最重要是我穿過了牆 之後 將裡面躲在裡面的人震死了 於是他要針對就是說 那個撞擊的時候 我有沒有辦法 就令到撞擊的能量 不要消耗了在那個雕堡的牆裡 就真的穿過之後 才去到裡面 才將那個震盪釋放出來 其實就是這樣一回事 就是在這裡 就有很多學問 很多實驗可以去做的 甚至乎 有些人就會問 如果你有一個手榴彈 丟到水裡 你覺得你寧願躲在水裡 去避那個手榴彈 還是跳出來呢 或者反過來就是 有一個手榴彈在地面 在你十米二十米之外爆 跟一個手榴彈在水裡 你也是在水裡 距離你十幾二米那裡爆 誰會比較傷呢 其實你會發覺 原來在水裡會傷很多 因為那個震盪衝擊波 就更加容易 將那個震盪的能量 傳到你身體的內臟那裡 震上來 所以在說那種 那種破壞的時候 那些能量 如何盡量在你的目標物裡 去轉化呢 其實這個就是 如何能夠最激傷你的目標 就是如何去物理地去看這個問題 那所以呢 太空軍去掌握到這種太空撞擊 也都掌握到這種實驗數據 這種實驗數據 如何幫他們建立一種新的武器 那還有那些需要的參數是多少 那我會覺得在飛鏢任務上 會完全開啟了一個新的領域 因為他們掌握到最遙遠 最精準 也都最速度最高的打擊力 它會做到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實驗 那但是你怎麼解釋 要找這間John Hopkins University 你問我嗎? 因為它近華盛頓 然後方便 最好用學術單位去包裝 那你直接就可以將 那有事實上 最新的尖端的科學知識 就是掌握了在大學的研究機構裡面 所以去一個地理上方便 那個知識上的那種 就是那種數據 是第一手最知道的地方 就是最適合的 那你問我為什麼 假如John Hopkins 不是其他 譬如Maryland 那些 Maryland 那些物理都很厲害 那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就看他們 可能 同時間幾篇都有 也都一起都不奇怪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課程本身 就現在是John Hopkins那裡 說未來會開 那就是已經是公佈了的資料 是啊 我們也查到 但是傳統上 我們就以為CIT 就是加州理工學院 或者麻省理工學院 這些就 就是從來都差不多是做些法案的 但是現在John Hopkins 可以後來居上 那看看我們在John Hopkins 有沒有我們有沒有支針在那裡 可以知道更加多東西 未必後來居上 總之就是平衡發展 總之就是大家分散投資 可能都是一種 好 我們這一集要結束 我們下一集就回來 每一集節目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